那你可以這usernate可以改成別的名稱 我們是把它改 就是 用一個ID一個usernate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事 當我按下新增的時候 其實就是上禮拜的這個動作這個是 比如說我新增一個 我顯示裡面裡面有這些東西先把它刪除一下 裡面先清空一下 裡面預設是0比 如果我今天新增地標1 按新增的話 這個動作呢 新增地標1這個動作就是什麼 就是 按一下他的時候 去找到哪一個 找到這個 dbinsert的方法 那dbinsert裡面做什麼事呢 基本上我就把資料寫入到這個資料庫裡面去 這邊會出現什麼 資料新增成功的訊息 那新增的方法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去取得什麼 取得畫面上面 到底使用者填了什麼 特別知道那怎麼知道使用者填了什麼 其實你們可以藉由 這一個 我剛好特別講 這個文字方塊的名稱叫什麼 叫 tstdata 他裡面的值的話就 點 val 其實就value的縮寫 然後呢把值 丟到data裡面 暫時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下一個sql語法 這個sql語法就insert into table01就是把它插入一個 一個資料 到哪裡呢 到username裡面 你會發現前面沒有id 因為id本身是primary key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 把它 寫入的東西 後面有個問號 問號實際上就是data 把它放在哪裡呢 把它新增一筆到table裡面 如果成功的話 就是產生什麼 資料新增成功 反之就是新增失敗 那其實各位可以看到就新增成功 有沒有 那我們可以在哪邊看到的 nf12 前面講過了嗎 我怎麼知道 資料庫 長什麼樣子呢 實體的在這裡 在webseql裡面 有一個什麼 我們建了一個資料庫叫mydb 對不對 mydb裡面有一個什麼 table table裡面的話 我新增了一筆 叫做